大部分疾病都是由于免疫系统失调引起的 免疫系统失调有不同的方式 当免疫系统衰弱时 我们就会患上感冒、肝炎、感染和癌症等疾病 当免疫系统过度活跃时 我们就会过敏 呼吸到过敏让我们不停地感受 不停地打喷嚏 皮肤过敏可能让我们觉得很痒 而食物过敏可能会导致我们呕吐 另一种情况就是盲目攻击的免疫系统 因为免疫系统无法分辨敌人或是自己人 它就会盲目地攻击自身的细胞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会得到自体免疫疾病 如风湿性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症等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免疫系统失调的几个例子 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 免疫系统错误地把我们的关节当作敌对的细胞 并试图摧毁它们 入侵者随时进入我们的身体 舌头或皮肤上面的伤口都有可能引发感染 幸亏我们的免疫系统 每时每刻都在先行工作保护我们的健康 污染物和尘埃具有导致肺炎的危险 免疫系统能够保护我们 可是当它衰弱时癌细胞就会开始生长 如今还没有非常有效的药物来治愈肝炎 我们必须依靠自身的免疫系统 抵御这些经由食物传递的病毒感染 包含大量植物性食物的饮食 能够保持我们的动脉畅通 让免疫系统顺畅地通过 但是高脂肪的饮食会阻塞动脉危害免疫系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